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請like、subscribe和share。多謝大家! 設計實際發揮了多少力量?1972年政府宣布推行十年房屋計劃,預備容納以來180萬人口增長,政府決定發展幾個新市鎮。 屯門是其中一個,因為屯門當時已經有遇民堆住,本身有一個市區,青山灣也可以填海。 相對於元朗來說,屯門收地就容易一些,因為不止得元朗有這麼多私人土地。 政府決定了發展屯門之後,城市設計師和有關政府部門,就積極制定屯門發展大綱,以建設一個均衡獨立的社區做目標。 根據屯門發展大綱,新市鎮會利用青山和大嵐山之間的谷地填海。 到90年代發展成熟了,屯門就可以容納50萬人口。 屯門市核心由原有的新虛做起點,利用填海後的平地,興建高密度的相處區。 但是這樣做,就會影響附近魚艇停泊。 為了保留傳統的魚村特色,最終的方法就是將魚艇遷去三聖灣。 填海後再興建叫做三聖村的公共屋村,來安置漁民。 其餘佔了屯門七成住宅用地的公共屋村和居屋,就特別分散在市區不同的角落。 原因是,避免對同一線交通產生太大的壓力。 工密度的私人樓宇主要坐落新虛附近。 由於屯門是以均衡獨立做設計目標,例如居民可以在區內就業。 所以工業區的遺检就要方便居民上班做原則,因此設在幾個住宅區的中央。 安定村和有外村兩邊有工廠區,所以要用公園之類的休憩空間去商隔。 工廠也盡量放在河的另一邊,前面辟為河半休憩地達。 至於設計舊物和社區中心的原則,就要接近居民兼交通方面。 最後就選定住宅中心區近屯門公路之間有一幅土地。 雖然距離西北和西南的住宅區遠很多, 但是計劃中的輕便鐵路就會將市中心和其他商住區連接起來, 構成屯門新市鎮的核心。 市區核心以外,多數是斜坡和沿岸地帶。 基於土力、地勢和風景總統原因,所以建議低密度發展。 類似龍珠島的住宅,會分佈邊緣和東南區,保持原有的鄉村景色。 類似青山發電廠的低密度工業,就分佈西南區。 好處就是本港多數去東風,即使工業被發生污染, 都不怕因風向影響到居民。 城市設計更盡量物盡其用。 這個垃圾堆填區,因為有小器,不適宜起樓,而要荒廢。 但是城市設計師將它改為休氣地帶。 其他散坡也都畫出很多綠化地帶和休氣用地。 佔了屯門發展面積成三分之一這麼多。 屯門、風曠的地方特別多。 到處都有設計新穎的公園和休氣地方。 清新的空氣加上優美的環境,無疑吸引了不少堆密。 方先生一家以前住在南田,兩年前搬進來屯門有外村。 他們說,目前的居住環境比旺人住在市區的確是外善了很多。 但是山市鎮部分發展未實踐到城市設計的目標之前, 方先生他們暫時都未能夠享受到所謂溫行自足帶來的優點。 方先生的大仔方永雄,在隔離安定村一間小學就讀。 本來學校有一個有蓋操場,不用學生的曬雨淋。 但是八三年開始,就只有一個露天球場給學生集隊。 有時兩三班要逼一起上體育台。 原來的有蓋操場,連著音樂室、美爐室一邊改建成貨室。 正常的二十四班因此增加到三十二班。 這樣做的原因,是區內的小學不夠。 單是有外安定村和新區一帶,就欠缺二千四百幾個學額。 結果現在上音樂室,老師只能夠帶著手提電子行, 去普通班房上。 當然,這些課室不會有隔音的設備。 前往甘蔡,宣傳大學會。 道養老師和同學會。 照顧家宜。 她裝上古代莊。 試想起,Pater說是否正確? 不正確。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待會9點至5分 我們將會有第一次的消息 想在地下 2樓 3樓 和4樓的同學 在所有女子的大領之下 到中場小碧 在5樓 6樓的同學 仍然留在課身 我們是嚴禁奔跑的 即使小碧 千多個學生 只可以輪流落操場 在同一區 就會成三間小學 實施這些臨時應變的措施 最初城市設計 是根據全港的人口結構做標準的 估計團門的人口結構 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後來遷入團門的多數 都是年輕夫婦 人口結構和原來的預計 又很大出入 根據81年統計 香港平均每100個人裡面 6歲以下佔了9個 但是全門的數字 就有成16個 如果現在要起新的小學 由穩地撥款到起好 要成6年至7年 到時小學生都精采向中學 就會輪到中學學位不足 根據數字顯示 在1994至1995年的時候 即是問題最嚴重的時候 會有3萬個同學去外面讀書 所以我們計過 如果是用全門長遠的需求來計 我們怎樣都需要 大概是13間的中學 政府在起中學的時候 是有一個限額的 政府在計算 應該要起多少間中學的時候 就是根據全香港的需要 就不是跟每一個區來做單位 所以換言之 如果在計算全香港是夠位 而政府提供了足夠的數字的時候 假如有個別的區是不足夠的話 政府就不會額外起多學校的 譬如不夠位的學生 通常我們就一定是派他去 非常接近他本區的學校 來就讀的 現在當然 如果300個或3000個 我相信元朗是有可能的 不需要去荃灣或者九龍 但是現在我們面對的是3萬個 就算我相信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就算我們起足了這13間學校的話 我想還有2萬個出去讀書 不是說起了13間學校 就可以解決我們全部那3人 我們需要是20幾至30間學校 最簡單的例子 雖然城市設計 已經預留了足夠的中學基盤 但是興建中學是教育署的責任 經費是主要的問題 而且教育署認為中學生年紀大些 月區讀書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不過這一點跟城市設計的 自給自足夠上就剛好相反的 就業方面 本來最理想的就是屯門的居民 都在屯門區工作 但是目前這個目標顯然是不達到的 好似方先生那樣 每天早上要出到新葡江製衣廠工作 雖然屯門也有製衣廠 但是方先生為了人事關係 寧可選擇在做開的工廠打工 根據83年屯門 3年屯門政務處的就業人口調查 屯門的工人只得五分一在區內工作 其餘的為了原來那份工履職到的待遇和福利 於是出回市區或元朗工作 屯門居民選擇出外工作 自然又影響到屯門工廠請人有困難 這間屯門工廠每天早上要在市區和元朗接職員和工人上班 這批員工佔了總數大約一半 其餘一半才在屯門居住 區內其他工廠也都一樣 這麽難請到屯門區的居民 目前這間玩具廠的空缺 剩下總人數百分十五那麽多 八月份單是莊配部 就有一百個空位 就業反映到的現象 當然不是那麽理想 但是也都不是城市設計所能夠控制的 屯門拓展處總城市設計師表示 雖然目前工人短缺 他們是不會因此削減原定的工業用地的 因為長遠計 他們要預備屯門居民的下一代會投身社會 到時要準備居民百分之一百在區內就業 所以現在就要微雨籌謀 至於解決工人短缺的現象 就要靠有官部門和區議會增強宣傳 勞工處在區內谷村 將貼聘請啟示是一個途徑 另外城市設計能夠做到的 就是和其他部門磋商 短期內更改土地用途 不如火柱提出想借用蝴蝶村 對開一幅工業用地 建議臨時火區 雖然這樣做和原始的計劃是有出入的 城市設計師都暫時依照他們的意見更改 除了不能夠影響居民就業的意願 城市設計也都很難控制區內私人發展的進度 以輕定鐵路做例 因為香港整體市道和經濟問題 拖了很多年都沒有私人發展商投標建築 直到今年7月才由九廣鐵路公司 正式宣布興建 不過第一期最快都還要等到八百年才完成 輕定鐵路本來就是接載居民 往來住宅工廠和市中心的主要工具 但是因為遲遲未好 連帶影響到一些比較遠離中心地帶的工廠 都吸引不到區內居民去造工 另一項受市道影響的發展 就是集中區內文娛救密商場的市中心 市中心位於市內最大的公園旁邊 這個商業區包括政府大樓、寫字樓、零售行業 各式各類的娛樂場所、救密中心和私人樓宇 各方面都配合屯門自給自足的設計原則 但是直至今年九月為止 市中心都還未成形 屯門拓展處的解釋就是 市中心主要是靠私人發展 地產低潮影響他們拖慢發展 部份發展商又入職將住宅單位改善了 一改職申請到批准古貴市中心 將會等多兩三年才行好 住在湖景村的劉先生 每日凌晨三點就要出門去長沙灣御市場開工 頭班巴士要四點九才開 他唯有每路建造的士 順便去青山公路轉搭通宵兆巴 雖然現在距離四點九還有成半個小時 但是已經有不少人冒雨排隊 唯恐上不到這班車 其實這班是特別車 以往的巴士是開五軟十的 在那班茶樓或者蔬菜市場的居民 要四點就出門口了 以前唯有坐非法經營的旅遊車 這種情況由八二年入火的時候 維持到今年八月 巴士提早開才停止到 但是很多居民都希望有通宵巴士 方便他們夜歸 或者一早上班 城市設計 原先是希望居民在區內就業 特地的成功都很傷害 居民出外工作或者就業 對交通有造成壓力 這種壓力 還不止是時間這個問題 目前由全門開出去的巴士 最遠都是去到大角水 翻中環的白嶺 或者是東九龍的工人都要轉車 如果好像方先生那樣 去新淘江上班的 坐巴士轉地鐵過程個半小時 單程已經要五個三 所以他寧願光顧村內一些私營旅遊車 這些車有些直接去觀塘或者新淘江 方先生可以節省一半時間 而且更便宜過搭巴士 即使是星期二 居民對交通的需求力量是這麼高 方太和大部份住民的居民一樣 星期日會一家大社出來市區消遣 到了夜晚人人都回傳門 荃灣地鐵站站站著企門西等轉車的居民 他們拖藍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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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而魚救物中心還未起好 區內連一間法國公司都未來 方太說自己出開去市區日常用品和食物 有時連牙膏蝦米之類都買賣回來 因為屯門的屋村商店 無論種類和數目都不多 競爭不大 於是售價一般都比市區的物品是貴一點的 因為不少屋村主婦都嫌穿了賣的貴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五萬十塊來,來,五萬十塊來,五萬十塊來 在胡蝶村房屋處人員辦公前後 有些屋村主婦和小朋友就兼明小販 以較低的價錢販賣蔬菜的生果 有些甚至公民在商場部位前擺賣 這個主婦用膠袋帶著些東西賣 但是很不幸 被突擊檢查的房屋處人員縮到 每次的房屋處人員 翻頂上,輪子在這裏 你幫我自己去做吧 輪子我去看,我去看,我去看 我去看,我去看 設計時,城市設計師亦都如在屋邨裏面 那麼足夠的社會服務設施 不過,因爲其他部門配合得不太好 連這一間使用機構做例子 服務的質素就打出折扣了 你剛才不是說好熱嗎? 是呀 兩下,不如你捐一封風扇來吧 如果簽號還是這麼熱 這間機構只可以開一把風扇 如果社工同時想開油印機 就要關掉一把風扇 因爲電力是有限的 他們三年前從房屋處到接收了目前的匯子 跟著已經向社會福利處遞交裝修圖 但現在還未得過批准 所以電力公司不肯跟他們駁電 於是機構就在房屋處到駁臨時的電 電量不足,令到用得打扯機 又不用得油印機 好多夜晚機 好多夜晚本來應該最適合服務居民的時候 這麼多房間,只得一間可以開單 居民還有起碼三間鑽機構有這樣的注意 社會福利處解釋 遲遲未批准裝修 有時間申請服務 而裝修規格又要由公務局批准 投資不對,改過了 又要交給公務局 時間因爲拖長了 最受影響的還是居民 他們有問題 都不像在市區這樣 可以去附近的自然機構求助 我就是做藥肢服務的 在友海村有很多藥肢小民仔 而這些藥肢兒童是特別容易抽筋的 而我認識一個家長 他的小民仔就是周一時抽筋 而他們,即是他抽筋 他就一定要去醫院 因為醫院才有那種藥物 然後可以治療到小民仔的抽筋 但居民就沒有一間醫院在這裏 那麽見了,如果是由居民區 而出到醫院的話 是需要兩三個小時那麽長的時間 好似醫療那麽切身的服務 因爲居民醫院遲遲未落城 二十萬的居民有靠居民診所 嚴重些的病人便要送去第二區 1983年居民診所的急症病人當中 有三成會轉送去群中的馬加列醫院 其實屯門登區醫院 構想已經有十年那麽久 原本八二年就落城 但到今年八月才肯定展開建築的工程 實際工程比最初預期的 遲了五年 政府的解釋就是 興建醫院是龐大的工程 當局對承建商要詳細審核才決定 通常由設計至到落城需要十幾年 既然有這麽多因素影響城市設計的實踐 代表著本港大部份城市設計師的組織 又怎麽看他們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很多這些問題也都不是一個城市設計師可以控制 譬如說那個物業市場怎樣 其他那些問題不是城市設計師可以控制的 譬如說學校那樣 要那些學生在抗疫班房上課 這個應該不是城市設計師所希望見到的情況 是的 但這個你們可能要依賴很多的東西才可以改善 是的 第一要依賴很多其他的部門去改善 第二 這個譬如屯門不夠小學這個情況 就是不要忘記我們城市設計 設計屯門在圖案的時候是十幾年前的 十幾年前我們沒有想到到時 十幾年後搬入屯門的人是什麽的家庭 如果好像現在這樣發覺 它大部份的家庭都是年輕的家庭 所以就發覺小學不夠 好 剛才我講的我們城市設計師唯一的辦法 就是隨時看著那個情況怎樣 就去作適當的更改 那你覺得譬如說在香港 你們城市設計扮演那個地位是怎樣 暫時來講呢 扮演的地位就主要是做一個調節的功夫 在這個情形之下 在新市鎮來講是做得非常之好 因爲我們在城市設計 就是在實踐的時候 是有些所謂實踐計劃的進度 的計劃來控制各方面的 到我們見到有事不妥的時候 我就會作適當的更改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主要工作 由設計到實踐 一個城市的發展 確實是需要很多部門去配合的 土地政策制定以後 城市設計委員會就會決定給予 分區發展大綱圖織一個法定地位 委員會的成員 除了政府高層官員 還有政府委派的社會人士 一個區的發展大綱有了法定地位 就會由各區的監察工程進度會 看著它的發展 成員包括各區的地政處 房屋處 政務處 工程師 和城市設計師等等 透過監察工程進度會 和區議會 城市設計師可以經常知道 其他部門可不可以 預期進行計劃 既然設計了的發展 要靠其他部門和機構去進行 除非這隊委員會發揮到 積極的協調作用 否則 大家未領略到城市設計的優點 就先要嘗試設計和實踐脫字的惡果 請考慮